欢迎来到404档馆 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 2023年5月6日 距离李文亮医生的去世已经1184天 这位在武汉新湾疫情期间 因为说出真话成为悲剧英雄的普通眼科医生 并没有被民众遗忘 为公共安全和健康充当吹哨人 成为他闪亮的木志明 在李文亮医生留下的微博评论区 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写下日记 网民在这里和李文亮医生 一起分享与倾诉自己的生活和命运 正如一位网友所说 李文亮微博成了互联网枯墙 一个安放人们良心的地方 由于李文亮的微博 随时可能被网络审查部门下令删除 中国数字时代对于李文亮医生 微博下的网民留言每日片段精选辈分 直到该微博账号被关闭为止 名为《飞翔西红柿》的网友说道 李医生 疫情终于被世卫组织摘帽了 我们会记住你的 吹哨第一人 名为《米子们的春天》的网友说道 李医生 好像结束了 是经过很多人的牺牲和付出 我取回了三年 从未摸过的签证 感觉日子慢慢在回到过去 可是 怎么能够回到过去呢 这三年 每个人心里都有记忆 名为直展北望的网友说道 李医生 你看这三年来 每日新增的评论 就像是在为你雕塑一座雕像 我觉得这对你也是一种告慰吧 名为吃得下睡得着的网友说道 新冠过去了 疫情补助 一分没敢发 你敢信吗 名为大帅呢 吃肉不长肉的网友说道 看到张文宏医生那一句 就疫情而言 全球已经同此冷暖 忽然想要流泪 这一路的生生死死 迷茫愤闷 眼泪漫骂 防这防那 最后尘埃落定 是世界一同 我们努力了很久 最后我们和全世界一样 名为那个男人不再见的网友说道 他们总将用一句活该 来概括我们所有的无奈 名为Dr.Rong的网友说道 李医生 一切都恢复正常了 那些失去的生命 也回不来了 生命对于每一个人来说 就是一场历程 我们不知道起点在何时 也不知道终点在何时 只能尽自己的能力 去过好自己认为 应该过好的每一天 晚安 名为Ashley成的网友说道 李医生 五一来武汉了 刚好就在您医院附近 来得及的话 去给你送一只花 希望你在天上一切都好 名为顺风撒尿的网友说道 李医生 新冠结束了 你只留下了这百万的留言墙 他们唯独不敢封杀 人民英雄的微博评论 你的训诫书 警醒着每一个人 名为降到家的网友说道 李医生 疫情结束了 快五一了 谢谢 你们大家在天堂还好吗 名为乱压来的网友说道 李医生 结束了 但是永远无法忘记 名为你说你说的网友说道 我觉得您 好像一个时代的符号 再过三年 五年 十年 可能很多人对于疫情的记忆 都会慢慢消失 而突然想到的时候 却不知道要和谁分享情绪 于是就会到你的评论区 说说话 你的时间停止了 世界还在走着 你就像时间圆眼上的一棵树 回头看看你 就能感受到某段历史 是真实存在过的 名为葫芦不倒的网友说道 精力才明白 希望所有的医务工作者都可以善良 名为百农寨二当家的网友说道 每当失去前行的动力 我就来写一句两句 而顺便问一句 您在天堂还好吗 名为孟楼红的网友说道 李医生 伟大的文明现在变得焦滴滴 这不让说 那不让做 哎 我深知罪孽深重了 名为清风吹洋柳的网友说道 李医生 现在有农馆了 你知道吗 可笑人了 当韭菜都有人管了 真幸福啊 名为你在来时人已去的网友说道 看到新冠疫情 不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我的第一反应是来您的微博看一看 李医生 那场噩梦都过去了 名为Nopik的网友说道 一路走好 当自由来到我们的故土 历史会给您一个公正的评价 名为小九窝的网友说道 李医生 疫情结束了 你也一定知道 可是心魔还在 不知多久才能化解 名为Voyak的网友说道 三年半了 不知道百年后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会怎样记录这样的岁月 名为压离桑的网友说道 看看什么是人民的新生 这才是正常的社会 他们想抹出一切 他们做不到 名为西沉的网友说道 李医生 真的一切都没有发生吗 我永远 永远无法忘记 我不会装作一切都没有发生 名为卢某某的网友说道 错误时代的巨大齿轮 终于停下了 那下一个齿轮 什么时候会开始转动 名为飞行轨迹的网友说道 有人被终身震醒了 有人却再也醒不过来 名为努力的网友说道 有空的时候 不妨看一看李文亮医生的评论 人间冷暖 疾苦 众生向皆有 一百万家的评论堆砌的 是一个真实的人间 以上就是中国数字时代 对于李文亮医生 微博评论的近日精选 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和记录 互联网上民众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CDT 致力于记录和传播 中文互联网上被审查的信息 以及人们与审查对抗的努力 欢迎大家通过电报 Tilegram平台向我们投稿 为记录和对抗 中国网络审查 做出你的贡献 投稿地址 请见文字简介 阅读更多内容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CDT.MEDIA CDT.MEDIA